台北股市 超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台北股市今天只跌了 還記不記得昨天在節目裡面說 台北股市低檔背禮 其實昨天晚上美國 跌得也滿慘的 連續兩天重挫 道雄昨天跌了653點 納斯塔爾跌超過4% 費城半導體跌超過5% 特斯拉跌超過9% 這種這麼大的利空之下 才有可能只跌 還記不記得之前我在節目裡面說的 如果台北股市要只跌就差利空 你可能會覺得利空來只跌為什麼 其實如果美國不跌 美國只跌台北股市還不會只跌 因為低檔的出現 總是利空最多的時候 當大家還有一些希望的時候 它就不會是低點 你可能說這個邏輯滿奇怪 確實是這樣 這幾十年來的經驗 如果各位 你在股市有個10年20年的經驗的話 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每次低點的出現 一定是市場超級恐慌 高漲的出現 一定是市場非常的樂觀 一定都是這樣的 幾乎一定 沒有一次是例外的 第一檔要靠利空來測 什麼利空來測 美國重挫 如果昨天美國沒有跌 台北股市不見得會止跌 各位了解沒有 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昨天沒有賣的 看愛知 昨天下午不殺尾盤嗎 昨天大概12點50過後 很多股票掉下來 突然間殺我盤 來不及反應 大家想說 以後等反彈再來賣 你等反彈再來賣 一直沒有反彈 昨天美國再撞錯 終於你決定不等反彈了 乾脆把它賣賣掉好了 像我昨天在一些 股市的討論區有看到 有些人PO了 一直都沒有停損 昨天終於決定停損 然後留空單 終於看到有一點獲利 他很開心 因為終於停損了 然後多端停損 留空單 昨天跌終於獲利了 如果這些空單 今天早盤沒補 很多股票又上來了 你昨天和今天早上賣 可能都賣到低檔 所以 為什麼我說 今天很關鍵 我昨天大事業話就說了 關鍵在這一兩天 拉長紅紅 帶量拉出長下影線 今天也拉紅了 也拉出下影線 真的是滿厲害的 指標背離就會確認 這兩天轉手為攻未來 如果多端這兩天不轉手為攻 未來會更辛苦 多端應該聽到我的呼籲了 當然今天很多媒體都說 今天是投信 內資 法人 甚至忠實戶 集體把他拉起來 我個人看法其實 應該是市場自然形成的 你說投信拉起來 投信拉了多久了 幾乎每天買超 買零上千億的 指數還是創新低 投信是多厲害 每天互盤也互不成功 對不對 今天還在創新低 今天盤中還在創新低 所以 不是說誰互盤 他一定會上去的 低檔和高檔 他都是自然形成的 你記住我的話 低檔總是市場 最悲觀的時候 就像今天找盤 因為昨天美國跌 美國跌得越多 台股只跌的力量會越強 其實這就是市場 很奇怪 為什麼 大家總是在利空的時候想把股票賣掉 在利多的時候想要去追股票 這就是忍性 沒辦法 你看利多想追股票 對不對 金融股 是不是 利多想追股票 結果金融股一直跌 一直跌 對不對 到了今天 金融股一直跌到這裡起帳點 還要殺嗎 也收繳了 對不對 那加權指數呢 我昨天不是說低檔背離嗎 對不對 指數創新低 KD指標沒有創新低 如果今天不拉 再混一天 明天大概背離就要失敗了 所以今天多頭 真的用力了 有沒有 真的創新低 KD沒在創新低了 對不對 有喔 創新低喔 可是KD沒創新低 尾盤還拉起來 KD還勾起來 我們還有昨天的美股 你看 美國股市 有沒有跌得很慘啊 對不對 道瓊 納斯達克 我們來看K線 各位就會知道 來 這邊比較低 這是道瓊 KD指標沒有創新低喔 對不對 納斯達克呢 哇 跌這麼慘 有沒有創新低 沒有 對不對 來 非常半腦底 創新低 指標 沒創新低 而且我昨天說 費城半導體 其實波段是跌最大的 可是呢 就技術指標來看 這一波 其實KD值它是最強的 有沒有 這是S&P500 費城半導體這裡還過50耶 其他的呢 都還沒來喔 所以未來的反台 應該要看費城半導體 你就記住我的話 所以今天 為什麼會止跌 因為美國跌 所以我說 低檔就差一個利空來洗盤 今天出現喔 結果今天 大盤真的收繳了 那當然我希望今天融資 再減一些啦 昨天融資減了還不錯 昨天減了二十幾億 二十八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那昨天的收盤 對不對 今天收盤 腳掌12點 那昨天收到這裡 比這裡低 對不對 比這低了六百多點 融資呢 融資比這裡還高耶 大盤這波融資最低水位 是去年的十月十八號 在這裡 兩千四百五十五億 那昨天收盤是兩千五百零一億 還多了四十六億 融資還多了四十六億 指數跌了那麼多 比較低 所以看起來融資還得減喔 那今天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減個三五十億是正常的 那如果減個三五十億 大盤反彈就可以持續囉 這是我對未來牌子的看法 其實這個在前兩天後 不是就有預告了嗎 昨天不是特別說低檔背離喔 低檔背離喔 指數創新低 KD指標沒有創新低 其實在上禮拜 在上上禮拜 在節目裡面 跟各位介紹了一些 低檔背離的股票 大盤今天創新低 他一樣沒創新低啊 所以低檔背離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所以我說超盤手 我會選擇只有兩種股票 一種是在大盤低檔的時候 股價竟然會創新高的 他一定有基本面和籌碼面的優勢 他才會在大盤低檔的時候 大盤跌了快三千點 兩千九百點 這些股票還會創新高 到底是什麼回事 一定有他背後的原因和故事 這是超盤手 會選擇最強的股票 另外一種 投資班喜歡低階低階低階 我不喜歡低階 除非什麼 除非他低檔爆大量 技術指標低檔背離 低檔籌碼OK 當然 基本面也不能太差 那如果 籌碼OK 反買超 基本面又不錯 他指標低檔背離 表示 誤殺 在一陣恐慌亂殺之下 很多股票 今天 有的股票是上禮拜 有的股票是上上禮拜 有的股票是今天 跟大盤同步出現低檔背離 所以想要買的標 想要買底部的標的 一樣你跟著我 強勢股你跟著我 最強的股票跟著我 那想要買最低的股票 最便宜的股票 低檔背離股票跟著我 所以我說 現在的大盤 我們來看上面的圖 來 其實現在你買來這裡 風險很低 對不對 因為大盤從一萬八 一八 來我們看一下 一萬八千 一八六一九 對不對 跌下來 這裡已經跌了多少點 跌了兩千八百多點 這段 兩千八百多點 好 你大盤收盤 離低點 大概差個三百點吧 兩三百點 三百點對不對 好 你買在這個區塊 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破低點 大盤今天最低 一五七三四 風險就今天的這根下影線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買股票 可以啊 你只要控管好風險 大盤如果再破低點 那就不對 就不對 地檔背離就失敗 那如果 不破低點呢 如果大盤這個地方 就低點啊 你這個地方進場 風險就那一點點 你避開了兩千多點的跌幅 這裡進場 不就相對的 什麼啊 相對的風險低得多了嗎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 跟著我們操作 跟著籌碼大師 一直在等 等今天啊 等美國重挫啊 等美國重挫啊 台北股是自然落底 就是像今天這樣 今天不是任何一個大咖啊 法人啊 投信啊 可以把台股像 在立空之下拉起來 那是自然形成的 不是某些特定人 所謂的控盤基金啊 所謂背後的黑 幕後黑手 嘎嘎嘎嘎 幕後黑手 如果早那麼厲害的話 早就跟他互助了 怎麼會讓他一直掉下來呢 所以 他會在關鍵時刻 形成關鍵的轉折 今天就是 昨天提醒大家 地檔背離 今天真的見低點 利空測 利空測出的低點 才比較扎實 那我記得呢 這兩個禮拜 都是跟大家分享 大盤不是跌到 五月份的低點了嗎 對不對 那五月份的低點 五月份的低點的時候 多投股票 當時我們的中紅 持續創新高 當時我們的長榮海運 持續創新高對不對 最強的股票 這超盤 屬於超盤手的 左邊沒人多投股票 對不對 大盤在空投的時候 一樣有多投股票 拼命漲 拼命創新高 現在其實也是有 也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對不對 那空投的股票 剛才各位看到 同樣是五月十號 同樣是五月十號 就有跌六成的電子股 四星KY 從一千塊跌到三百多塊 跌了63% 跌了64% 對不對 但是他也反彈上來了 低檔背離 是不是低檔背離 低檔背離 低檔背離 低檔背離的威力 金利克從六百多跌到一百六幾 也跌六十幾% 也是低檔背離 有沒有 一樣 KD指標 他也是低檔背離 一樣 隨便反彈一下 60%了 所以這些觀念 就是超盤手的觀念 這些觀念 就是在大盤恐慌低點的時候 你要怎麼找股票的兩個原則 看懂了沒有 這些觀念都在哪裡 都在大事業化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專業 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un的QR Code 右邊是Light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怎麼樣看到大事業化 來 加入籌碼大師的LightAt 然後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來 右上角的記事本對不對 可以看到我們破的圖 剛我破的融資券的圖 就是我昨天大事業化的圖 還有我昨天的大事業化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的節目 如果要記得在連價錢吧 連價錢5億連價 我們在5億連價錢 來幫我們找一下我們的K線 來幫我們找一下我們的K線 加成指數 來 五億連價錢 當時跟各位分享什麼 聯電 對不對 是不是第一檔背離 是這一段期間 五一之後 大盤漲還跌 還在跌啊 還是拼命的跌 國際股市也一塌糊塗 對不對 聯電本來是很弱勢的 它從六十幾塊 已經跌到四十幾塊 跌得很慘了 你看聯電 好 來 上禮拜五 昨天大盤大跌 它也沒什麼跌啊 今天呢 OK了 好 我們這樣說吧 它在這裡就背離了對不對 大盤這兩天是不是創新低 昨天創新低 今天盤中再創新低 那請問聯電有創新低嗎 沒有啊 所以我說你很簡單 買低檔背離的股票 低檔背離這裡買進 你最大的風險就是 破低點停損嘛 風險在這裡嘛 那低檔背離有沒有威力 你看有耶 你看 聯電 大盤最近很強嗎 沒有啊 今天才在創新低 昨天創新低 今天又創新低 那請問聯電有創新低嗎 沒有 是不是 這是一個低檔背離的最佳範例 聯電你可以買幾萬張 你可以買幾張就可以買幾張 是不是 那今天聯電早盤還開下來了 其實又是一個買點 那例如說新唐吧 新唐之前在3月29號 跟各位說不要亂追 真的在3月30號對不對 當時3月29號我的大事業話 不是說什麼 和談露宿光 隔天幾乎 法人重壓的電子股 隔天都見到最高點 各位應該都有影響 我今天就不再贅述 但是他最好 好公司啊 打下來 來 第二隻腳快出來了 來 創新低 請問他低檔有沒有背離啊 背離囉 對不對 背離囉 真的蠻有趣的 當天我買印圖的訊號還沒出來 來 禮拜五 左天大盤跌黑K 今天呢 又紅K了 好我們這樣看 這裡是新唐的低點 它比大盤更早破底 破底 創新低對不對 更早出現背離 這兩天大盤回檔破底了 那請問新唐有沒有破底 所以你買在低檔背離的位置 有沒有 這裡是低檔背離 創新低 指標沒創新低嘛 買在這裡 不管大盤怎麼殺盤 其實風險就在這裡嘛 你買在這裡 萬一破呢 萬一破表示錯誤啊 但這種機會不大 低檔背離成功的機會很高 所以為什麼在節目裡面 最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 因為去年五月份 我們就買低檔背離的股票啊 一個月談六成以上啊 多頭的股票當然一兩倍 對不對 但低檔背離的股票 這兩檔 四星KY 金利科 一樣 同樣 一個多月 台幅六成超過 所以 今天 其實一個蠻好的機會的 為什麼呢 今天又把聯電 又把新唐還有經驗 這都是連假錢跟各位分享的耶 兩個禮拜錢耶 大盤最近創新低 請問經驗有沒有創新低 這裡背離了對不對 我記得昨天經驗還很慘 掉下來 請問一下今天呢 今天經驗上去啊 六四一一 它有沒有在創新低 沒有耶 它並沒有創新低耶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很簡單 你要買股票 兩種選擇 那兩種選擇都要來找我 為什麼 第一個 低檔背離的股票 你可能比較喜歡 你最愛 沒問題我帶你去買 那低檔背離股票 其實你已經躲過什麼 躲過這一大波的回檔 你買在底部 風險就那小小一段 大盤跌了2800多點 現在的風險 大概剩下兩三百點而已 那你閃過這麼大波段的回檔 你現在經驗場 不是把握最好的機會嗎 那最強的股票 你也是跟著我啊 對不對 我們在連假前 不是提供來 有來電話的 有留資料的 台新科是不是 連假錢喔 429號 連假錢喔 你是不是都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台新科 一路往上走 來 今天大盤 殺下來 今天長紅耶 對不對 長紅耶 是不是 還有 最強的股票 都在我們家嘛 前兩天我不是說耿頂嗎 耿頂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5月6號 這天買的 我買了盤下 你都不信我買了這裡的啊 我沒有買在這裡啦 有點可惜我買在這裡 當天 買在這裡說漲停耶 當天盤中工漲停喔 這裡就10%了喔 買在12塊多的 有沒有 買在這裡啊 買在12塊多的 當天拉長紅 這是上禮拜五 昨天大盤跌它繼續漲 創新高 今天 再來 是不是最強的股票 是嗎 所以很簡單 機會來了 你就要把握 其實這波你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一個止跌的訊號 噔噔噔噔噔噔噔 為什麼最近 一直在節目裡面跟各位說 低檔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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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股票 早就領先大盤 已經先低檔背離了 那今天大盤呢 今天 今天大盤跟著 在利空之下 在美國回檔之下 出現了低檔背離 所以我說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真的機會來了 要先相信你才會看見 昨天我才 把大盤的K線圖 畫出來給各位看 大盤什麼 低檔背離 你可能不信 完蛋了 美國中錯 今天老實講低檔背離 沒救了吧 剛好昨天美國跌 這個低檔背離 才會更扎實 因為它不是因為 美國漲而造成的 是因為美國跌 因為恐慌 因為市場信心 已經絕望崩盤了 這個低點 才會最扎實 才會更確實 所以我說 從避開了2000多點的回答 你現在風險 剩下兩三百點 所以很簡單 這些 都是 每天 在節目裡面 跟各位介紹的 一些觀念 那如果各位 沒辦法準時兩點 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很簡單 來 你一定要訂閱 訂閱籌碼大師 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集團回來 歡迎再回到 沖馬大師 上集團跟大家分享 昨天美國股市的重挫回檔 剛好造就了台北股市 今天早盤 利空殺盤之後的長下影線 那 上集團跟大家說 每次低檔的出現 一定是伴隨著利空 而不是因為 國際股市出現利多 台股止跌 每次的低點 絕對是都是利空 那個地方才會是低點 今天又一樣了 又來了 所以如果你在市場經驗 比較不足的 往往在市場的操作 會追高殺低 而成熟的操盤手 會看當時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 一直不斷的 跟投資朋友強調 低檔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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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今天果然確定了 也出現了 所以我說機會來了 但是機會來了 你要相信才會看見 昨天不是說低檔背離嗎 如果你相信的話 你今天早盤 就不會賣股票了吧 對不對 應該是要進場了吧 在美國大跌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低檔背離 我們等的是什麼 等了就是利空徹底 等的是利空 而不是利多 大盤止跌一定要靠利空 這是經驗 這是30年的經驗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經驗 在市場上操作真的比較辛苦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來 你不要很厲害才能開始 但是你要開始了才會很厲害 你可能會說 老師我也開始了 可是我就沒有很厲害 老師我缺少你的30年的經驗 我這樣說吧 我剛開始的時候也不厲害 誰剛開始是操盤手 哪那麼厲害 30年前我還是股市菜鳥的時候 我在研究技術分析的時候 還是也是一個一個技術分析慢慢研究的 然後慢慢琢磨出來 很多技術分析的做法 其實跟我的做法 跟各位對技術分析的解讀可能不太一樣 這是30年經驗的累積 所以老師我也開始了 可是我沒有30年的經驗 我需要再弄個30年才會跟你一樣 不用 我把我這30年的經驗灌在哪裡 灌在我們致富人家超班系統裡面 所以很簡單 你不是不努力 你只是插一個好的超班工具對不對 這個超班工具 就像我在你身邊 我把我這30年的經驗 放在我們超班工具 放在致富人家決策系統裡面 就像我在你身邊 所以很簡單 你只要把致富人家帶在你身邊 你買賣股票跟著訊號操作就好了 就是那麼簡單 例如說聯電 例如說新唐有沒有訊號 有 大盤破底他們破底 沒有破底 這就是我的操作經驗 所以很簡單 要成為贏家 你要開始 如果你開始不順暢 很簡單跟著我們 跟著我 跟著我 跟著我理中心 有這30年的經驗 我一定縮短你 學習的時間 來 很簡單 你唯一的選擇 如果你是可以看盤的投資人 每天就是在找股票 做價差 找標股 很簡單 把致富人家 超盤系統帶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邊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的呢 盤中很忙 可能在照顧孫子 照顧小孩 在上班 怎麼辦 很簡單 偷訊帶到 像今天 低檔背離了對不對 好股票 出現好買點 第一時間帶各位進場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